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所谓的G20高峰会了 到底习近平会不会出席 那假如出席了以后 是不是能够跟川普呢 有比较进一步呢和平的协议 这个呢都是市场现在呢 可以说是最关心 而且也是最担心的变数 那目前的台股指数 你看成交量就知道 观望的气氛非常的浓厚 今天的量呢 在还没有加季盘后成交量的状况之下 是没有到800亿的 那基本上呢 在没有量的状态之下 行情呢 最好的状态就是维持 横向的瑕幅整理 那我说最近的区间呢 大致上呢 涨要过季线不容易 那跌年限应该呢 也会有支撑 也应该要守住 因为呢 包含废半 包含上证呢 目前呢 年限都是支撑 所以台股呢 是不应该跌破年限 所以呢 大致上呢 区间就在这里 但是在过两个星期后 在六月底结束以后 如果呢 贸易战 没有办法呢 有比较和平的协议 甚至川普又把 3251亿的商品 客观税 拿出来兑付中国 那其实台股呢 再来测前低的压力 就会浮现 更何况呢 从本月底开始 包含台积电 率先在6月24号出席 后面呢 进入到7月以后 8月以后 会有非常多的大厂 都开始加入出席行业 估计呢 整个台股指数 也因此要至少 增发掉大约440点 那你想想看 如果把现在的大盘 10540点 扣掉除息 甚至再加上除全 那你要知道 其实呢 这个前低10227 它一定会跌破 甚至呢 连万点都有可能 来做回撤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 让大家先 把未来一周 未来两周 甚至未来两个月的 行情的发展 先有一个准备的蓝图 这个计划表 你要先掌握住 那你才很清楚知道说 在现在的消息面 变化这么快的状况之下 操作 你要跟着什么方向来走 如果你是看消息 那基本上 我常说 利多利空 利多利空 几乎它就是每天都在变 那如果看消息面 看报纸来做股票 那同样的基本上呢 每天的流行的题材 族群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不会去 鼓励大家做那种 好像特别因为 报纸去点火的股票 或者说流行的题材 因为你会觉得长期下来 身心俱疲 会很累 然后赚不到钱 那当然面对变数呢 有的时候 闽南语话叫做 市贵要挖大便 那这句话 我们把它套用在 股票市场操作 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找靠山 你要找什么样靠山呢 大家想想 在股市里面 如果说要来比 谁最了解一家公司 未来的发展 那一定是内部人 大股东 没错吧 那如果要来比 谁的资金实力最强 钱最多 可以来撼动这个股市的方向 那肯定是外资 还有呢 政府基金 那谁是一定要有股票 而且呢 每天 埋头苦干 在拼的就是什么 短期绩效 这个叫做投信 以及自营商 所以你大致上呢 把这些市场上的 法人 或者是大户 他们的想法 跟他们的操作逻辑 弄懂之后 再来配合你自己的操作习态 你就知道说 习归要挖大便 你要看什么筹码 那我们讲 筹码的分析 其实是非常多元的 有外资 有投信 有自营商 就是俗称的三大法人 特色各不相同 那当然也有董监 农资 农券 那再进一步来说呢 像这几年 市场上呢 有很多私募 那发的可转债 也会影响到股价 还有办呢 现金增资 现金减资 千张大户 地缘券商 这些呢 都是呢 进阶的筹码分析 整个从 入门初阶的筹码 看到呢 进阶的分析 你就知道说 其实筹码有很多玄机藏在里面 那因为再过两个礼拜 贸易战 可能要到了一个 近期要相对摊盘的时刻 要小心的就是 如果 事情的发展 是不符合市场的期待 那可能美国股市就会开杀 入股呢 可能也会跌 那台股当然也会受影响 那这个是最坏的打算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会建议第一个 你如果要 抢电子股的跌升反弹 手脚一定要快 该买的时候 股票底型出来了 有大户或法人筹码进驻的时候 该买你就要买了 不要说 你一定要等到它 利空全部消失 还是说一定要给你打出一个 很漂亮的底型再拉上去 因为现在都是呢 速食餐 现在做电子股的钱 都是快钱 所以如果你要抢跌升反弹 电子股 第一手折 就是一定要手脚快 那万一行情结束 或走势不如预期 敢买也要认输 如果做得不如预期的时候 该认赔的时候 停损点一定要把关严格一点 如果你是着眼在中长期的投资 这时候思考的角度就要去想 假如贸易战越打越激烈 而且是长期抗战 什么产业 什么个股 不怕贸易战 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想 先做好沙盘推演 那待会在节目里面 我就会跟各位讲 有哪一些方向 它是不会受到贸易战的影响 那进一步从筹码来说 如果说公司的大股东 都在买的股票 包括董监啊 内部人 你去看这些持股比例 在增加的个股 那显然它的未来应该呢 不会太差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 筹码有很多面向 但是如果要比 谁是最了解公司未来的 一定是内部人 一定是董监大股东 那另外来说 一定要买股票 而且是着眼在呢 比较短期绩效的 是投信 所以喜欢做短的朋友 与其你在那边翻报纸 然后呢 去追流行的题材股 不如跟着投信 因为投信就是在拼短期绩效的 而且他们手上一定要持股 好那渭阳老师呢 先举一档股票给各位看看 好那这是二三一七红海 在过去七个月以来的股价走势图 各位看到股价呢 先是下跌之后 然后盘了大概呢 四个月的底部 接着呢 喷出大涨一段 从大概七十块附近 涨到九十七点二 接着呢 股价又跌回到了七涨点 那最近呢 是已经连续有七根的红K 慢慢的往上 所以整个红海的走势呢 可以说是呢 先盘底再大涨再大跌 最近呢出现了反弹 那从筹码的揭露资讯来看 郭台铭郭董事长 从去年的十一月开始 到今年的五月份为止 已经连续七个月增加持股 他自掏腰包 去市场上买进了红海的股票 我想大概所有的媒体 都会去报导 都会去提到这一则资讯 而且呢 应该都会把它 当成利多在报导 那这是不是利多 这当然也是一个利多 没有错 那投资人看到这个利多呢 很可能就会有想要 跟进买进的这种冲动 但回归到 我说一档股票的背后 有很多筹码面向 郭董事内部人 他是董事 那内部人的持股增加 大股东的持股增加 固然代表 他认为这里相对便宜 可是能不能画上等号 等于说这个股票要大涨了 各位想一想这一段逻辑 内部人他即使认为 这里的股价相对低档 相对便宜 可是绝对不等于说 他买完这个股票就要大涨 因为他们的钱多 郭董有2000亿 他拿个几亿出来买股票 这简直跟你有2000万的人 拿个10万块出来 买个什么东西一样 没有什么感觉 无关痛痒 第二个 他们的时间是可以拉得很长很长的 所以内部人增加持股 顶多只是告诉你 这里是相对便宜 可是跟会不会大涨没有关系 所以我希望有时候看到节目的散户朋友们 你自己要想一想 你投资红海 你是打算用时间来挺红海 跟郭台云一样 可能要持有一辈子 不要讲一辈子 你至少愿意持有可能5年10年 那跌到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买 那我想它是有投资价值的 股价就低于净值 它是有投资价值的 但你说最近这一个礼拜 还是7月8月会不会涨 这没有人说得准 你不能用这样短线的角度来期待 那我们看一下 以红海背后的筹码 好 外资当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各位看一下 外资从3月底之后 翻多买进 那就配合这一波股价大涨上去 涨到最高97.2 外资都还在买 结果股票跌下来之后 外资大概在5月中旬 开始转为卖超 然后就一路连续的卖 那卖到股价 见到低一点不再破低之后 外资也还在卖 但是股价开始反弹往上 所以你从外资的动向来说 你这么对照股价 应该有一种感觉 外资好像是在追高 然后买买买 买到后来都涨不动了 还在买 结果跌下来之后就开始杀低 杀杀杀他一路卖 卖到跌不下去了他还在卖 所以你可能会解读成 外资以为他多厉害 结果也不过是个三角猫 追高杀低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跟大家讲 其实外资的资金 有分成主动操作的基金 透过选股 透过低买高卖买卖点的判断进出 这个叫做主动式的基金 可是现在呢 规模很大的 而且一直在成长的 是被动式的资金 也就是ETF ETF的特色是什么 四个字就能够代表 就叫做追高杀低 ETF的操作本来就是这样子 不是他笨 而是他就只能是这样子操作 涨了 所以他就得买进 跌了 因此他就必须卖出 这就是ETF 所以你不用觉得奇怪 更不用去嘲笑 怎么外资好像也傻傻的 他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想说 鸿海是全职股 那你就来看外资跟着他做 也很容易吃亏 那反过来说 我刚才讲 如果你既没有要像大股东一样 天长地久 然后你也比较喜欢 有一个短期 或者是一个小波段的操作 其实投信是最适合大家参考的 因为投信是手中一定要持股 而且着重在短期的绩效比较 那我们看投信怎么做 股价跳空往上 一开始起涨之后 投信就开始强力地回补了 那连续买进之后 那创造了短期绩效 接着股价一转落下来 投信先停利再停损 一路砍商往下卖 那基本上现在的投信 持股又回到了原点 连续地买进 连续地卖出 现在的库存 又回到了原本的水位 所以投信的操作它就是拼短 而且哪怕是走势不如预期了 跌下去拉回的速度比预期还快 它原本上面刚拉回 它卖还能够获利 接着再跌它继续卖 这里应该已经是停损了 但是资金收回来再做下一档 所以你们如果要做短期 记得纪律很重要 然后你可以参考投信 那做短期的人 你就要服气 该跑该认输 就不要犹豫 就不要犹豫 那资金收回来才能够呢 有效率 有节奏的操作下一档 那至于说 左眼在贸易战底下 我们要怎么样趋吉避凶 什么样的产业 跟什么样的筹码特性 适合我们现在呢 可以危机入市 下一个阶段回来 威廉老师呢 会给大家答案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其实我用三句话 可以给各位一个很清楚的操作方向 第一个跟着政策走 第二个跟着趋势走 第三个跟着大户走 进一步解释来说 现在当然因为贸易战 还是会不会降息 景气会不会衰退 这些利空就像乌云一样 笼罩在国际的股市之上 所以大家有点害怕 我现在出门 会不会突然来一场暴雨 把我全部淋湿了 就好像我现在进场买股票 会不会马上被套住 会不会惨招宰杀 然后股票赔钱财富蒸发 其实我跟大家讲 景气怎么样循环 利率怎么走 川普怎么样去跟中国 去跟他打对台 政策该来的还是会持续推 而且政策的力量 是能够保护很多产业的 那科技的趋势 有些它就是会持续的进化 发展下去 简单举例来说 你看看国内的生计 你看看国内的锋利发电 这个就是政策 政策在推的东西 它就是会持续下去 好 如果你有政治上面的 一些立场 你不喜欢什么锋利发电 什么绿能产业 那我们来聊聊 中国大陆正因为贸易战 它更加快积极地去发展5G 这你总该注意到吧 它把5G的执照提早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发放 在六月初就发放了 这代表什么 美国你越要打 中国它越想要展现它的能耐 它想要主宰将来5G的规格 5G时代的自霸权 所以这个政策它不但持续 它还提早 那就会有商机 你不管是不是降息 它就是会有商机存在 而且这个商机 它还提早发生 提早实现 那同样的再从5G 它也可以放在所谓的跟着趋势走 科技业从2G、3G 走到4G 进入到5G 这是没有回头路的 套一句魏阳老师常讲的话 趋势型的产业 就是以前没有 现在有 未来会更多 5G的手机 以前没有 现在有 未来会更多 这就是趋势 它不会因为今天川普 在Twitter上面 发了几条文之后 然后呢 就进入空头市场 所以这些股票 短时间 它难免会因为 受到市场的消息 投资的气氛 起起伏伏 有时候可能会 甚至陷入到超跌 可是 只要你有做好资金分配 你拿的是闲置资金 你又不是拿来赌博 然后用融资杠杆去买 你根本不用怕 你反而要懂得说 利用拉回的时候 人气我取 股价跌10% 跌20%的时候 你应该要去找 是不是有便宜的买点 用闲置资金 用自有资金 用分配好的资金去买 最后一点 那5G的股票这么多 风力发电 生技的股票这么多 怎么买呢 所以跟着大户走 做股票不要呢 孤方自赏 一厢情愿 我自己看好这一档 结果呢 大户不爱 法人不认同 那也不行 所以最后你就搭配 看筹码 那我刚才讲了 看你要做的是长和短 如果你看的是 董监持股增加 内部能持股增加 那你的气就要很长 那只能代表说 你可能是买在相对低一点 可是不代表能够呢 马上上涨 但如果你是跟着投信在走 就会比较有机会 就能够创造出短线的空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台光链 因为它是属于 PCB印刷电路板上游 铜箔基板 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 环保五乳素铜箔基板的 最大厂 那因为这是属于 在5G底下 会最先受贿的个股 最先受贿的次产业 因为从拉货的一个 动能顺序上面来看 PCB的上游 本来就会先开始受贿 那因此预估 因为今年的订单 会明显的成长 公司也提早开始准备了扩厂 那扩厂完成之后呢 估计产能 大概呢 可以增加20% 好 那我们看到 投信是不是在最近 开始翻多买进 这就符合我们讲的 投信他为什么要买 你一定要有基本面 看好的这个依据 或者说基本面成长的动能 他才会愿意 砸钱下去嘛 那投信呢 他要的是短期的绩效 他不是像 董监大股东 他要长期的 他要的是短期的绩效 买的低或买的便宜 对投信来说 并不重要 他要的是能够涨上去 所以你看到投信最近呢 在最近几天里面 他几乎都在买 代表呢 这就是一个布局的时间点到了 那因为投信买上去 我们也看到呢 借券卖出 是不是增加在这个位置 那代表说呢 现在股价 比当初放空的成本还要高 那这个就形成了嘎空嘛 所以从台湾内的筹码来看 简单来说 投信开始拼绩效 开始锁码之后 嘎上去嘎到空单了 那后面的东西 我就讲快一点了 所以 外资有时候他买的 是看好产业的未来 可是短期不一定会动 那你短期要有表现 最好是结合有投信的筹码 至少投信买的标的背后 不要有什么外资来对做这种情形 那我们看几个标的都是这样子 9938百合 这是运动里面的携财 爱迪达概念股 股价今天创高 外资买 投信买 那我们再看生计股里面的一财股 邦特 外资买 连续买 那大户持股呢 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这个显然有可能是 大股东加上外资都 强力的翻多 股价呢 今天也创了新高 那反过来 邦特的融资反而是在 最近三年的低点 这种散户不喜欢的股票 之前觉得说可能涨的速度不快 可是呢 悄悄的股价呢 创下了近期的波段新高了 那美食呢 这个就是市场的热门的 学名要 外资也买 那投信呢 上周开始翻多 那六月营收呢 应该就会开始有 比较强的动能表现 而且如果六月营收上去 这可能是整个到下半年 营收大好的开端而已 那营建股我讲很多次 华固 投信呢持续的买 那我想呢 这种受惠于台商回流 那推商办厂办 那殖利率呢 也高 当然可以安心 所以当然大部分 你如果要规避贸易战 甚至从贸易战当中 成为受惠的产业 还是要锁定在传产为主 那电子股部分呢 就是要跟着政策跟趋势 那接下来我还有一档呢 今天开始布局的标的 那后面还要持续买进的标的 希望呢 邀请大家一起来 共襄胜局 那这一档个股呢 它第一季的毛利率 就大幅度的成长了 超过10个百分点 而且呢 是单季毛利率的新高 估计今年的获利会高成长 而且创下历史新高 那我们看到这档个股呢 大户持股 大幅度的增加 现在股价的位阶 或许你会认为说 是不是涨高了 其实它才刚回到呢 起跌之前的平台区 而股价回到左边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看到对照大户持股 是增加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这是当时大户的持股比例 这是现在大户的持股比例 增加了非常非常多 那近期的股价呢 刚突破大量区 冲高之后压回洗盘 目前呢顺利的突破 那洗盘完成 估计就会有 主身段行情可以期待 配额呢 不受贸易战影响 获利呢能见度很高 全年获利将挑战新高 今天呢 开放10个名额给大家 希望呢 让大家好好体验 好好呢 把握住这一波呢 强势的个股操作的机会 今天10个名额 来电把握这个机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